白无常顿时来了兴趣 迫不及待道 高小姐 那快带我们去看看吧 好 尚先请跟我来 高月点了点头 接着便带众人走出房间 向着高家的后堂走去 不过 让李念凡诧异的是 高家的祖辞居然是建在地下 众人来到后堂 这才发现 在这个房间中 居然还有一个通道直通地下 黑无常忍不住道 如此看来 你这个祖辞还真不一般 高月开口道 历来都是如此祭拜 我们倒是没觉得有什么不同 也从来没有发生过什么异常 地道并不深 众人沿着石阶下行片刻 便来到了一处类似地窖的地方 高月轻车熟路地点上灯火 将整个地窖照亮 这里的面积并不大 四面都是石壁 中间也只是摆放着一张矮桌 旗上放着香炉 作为供奉之用 矮桌正前方的墙壁上 只挂着一幅女子画像 她穿着长裙 身姿妖娆 显然是一位翩翩美女的形象 李念凡忍不住惊讶道 这女子莫不是高翠兰 我估计应该是 高月点了点头接着道 祖辞一共就这么大 东西也就这么多 不像是能藏宝物的地方 四周墙壁平滑 也不像是有暗格的样子 黑白无常皱着眉头 开始打量四周 同时还施展着法术 小心翼翼地沿着墙壁探查 却依旧没能感觉到什么异常 若真是有意留下什么 一般手段恐怕是难以有所发现的 白无常分析道 而且 领导本身也有脸稀的能力 可以避免感知 猪八戒毕竟是天鹏元帅 而且最后还被封为了静谈使者 实力很强 确实不容小觑 李念凡看着四周 陈音片克斯所道 那会不会有什么咒语 或者直接呼唤名字就可以了 比如说 如意金箍棒 棒来 轰隆隆 随着他的话音刚落 整个高家庄都是猛的一阵 虽然只是一刹那 但是动静之大 所有人都感觉到了 黑白无常相互对视一眼 据是露出不出所料的神色 来了来了 高人肯定是嫌麻烦 所以直接发话了 嗡嗡嗡 天地之间 一股奇异的韵律开始渐渐浮现 阻磁四周的墙壁 也同时绽放出耀眼的光芒 刺目的金光犹如蒙尘的明珠 突然沉浸光声 爆发而出 金光之下 一根立于墙中的金色长棍 缓缓地浮现于众人眼前 在长棍的旁边 还立着一把九尺钉耙 外形虽然老土 但同样有着光滑闪现 嗖嗖嗖 树道光滑瞬间冲破地面 直直地射入长空 形成了一个金色光柱 几乎要将整个苍穹都染成金色 黑白无常的脸色顿时一变 连忙出手 赶紧将异象镇压 饶势如此 依旧让无数人都看到了刚刚的那个异象 顿时在整个高家庄引起了轰动 青灵山老祖的眼中也猛地蹦射出夺目之光 老脸通红 显得激动万分 出事了 绝对是一宝出事了 高老庄中果然藏有秘密 他不得不激动 若真是定海神针和九尺钉耙 那可就发了 九尺钉耙是太上老君打造的后天之宝 金箍棒更是沾染了大雨至水时的功德 妥妥的功德领宝 别说对于普通的仙人 就是对于大罗金仙来说 都绝对是一件不可多得的宝贝 孙云的眼睛都红了 迫不及待到 爹 异象怎么没了 我们赶紧出手吧 老者冷冷一笑 不急 越是这个时候越是要稳住 反正就在高家庄中 夺之如探囊取物 祖词中的李念凡也是愣了一下 有些意外 又有些好笑 想不到这么简单 不愧是领宝 原来只需要呼唤名字就能自动现行 猪八戒的操作就是骚 谁能想到 大家处心积虑想要找到的宝贝 原来只需要喊出他们的名字就成了 黑无常不由地暗自苦笑道 简单个屁 这也就对你来说挺简单的 你换个人来喊试试 他喊破喉咙金箍棒都不会扭他一下 白无常则是轻咳一声开口道 想不到如意金箍棒居然也被留在了这里 那就难怪了 如意金箍棒蕴含着功德 如此功德庇护之下 自然能保高家装万事太平了 白无常倾咳一声开口道 如意金箍棒蕴含着功德 如此功德庇护之下 自然能保高家装万事太平 哥哥 这就是如意金箍棒吗 南南连忙凑了上去 小眼睛都变得亮晶晶的 惊叹地看着金箍棒 还伸出小手上去摸了摸 李面凡也缓缓地靠了过去 看着这把神兵 虽说如今的他已经见过了太多世面 宝物也接触过不少 然而 看着金箍棒他依旧满心胆态 南南更是看得两眼放光 无比期待的 哥哥 我可以拿起来试试吗 李面凡笑着点了点头 可以啊 如意金箍棒中一万三千五百斤 你优着点 嘿嘿 重量不是问题 南南当即兴奋一笑 缓缓地向前迈出一步 接着抬手握住金箍棒 伴随着一声娇哼 就将金箍棒从墙上给取了下来 呼呼呼 他随意地一甩 只感觉趁手不已 呼呼声微 满脸喜悦道 好吧 真是好棒 李面凡看着南南南模样 不由得心头一动 南南这丫头似乎很喜欢重型叮起 对飞剑之类的法宝并不感兴趣 金箍棒倒是很适合他 难怪这么欢喜 李面凡多少还是有些私心的 暗自想到 金箍棒若是能给南南用的话 还是很不错的 却在这时 南南已经放下了金箍棒 只见他参照着西游记中的描述 嘴里不停念叨着 变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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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秒 金箍棒应声胀大 高度不变 瞬间就变得犹如水桶一般 李面凡看得头皮发麻 忍不住开口道 南南 你这是在做什么 南南调皮道 我只是随便试试 李面凡苦笑着摇了摇头 他思索片刻接着道 好了 刚刚的动静肯定引起了外界的轰动 麻烦肯定不小 黑白无常则是随意道 一群乌合之众而已 圣君大人放心 外面就交给我们吧 很快就能搞定 李面凡笑着道 我明白这难不倒两位无常大人 不过 我觉得刚好可以趁此机会去试试青灵山的那群人 在此之前 还得麻烦两位大人帮忙去跑一趟 黑白无常一听可以为圣君大人效劳 当即一个机灵 无比积极道 圣君大人尽管说 李面凡把大家召集起来 低声交代了一番 众人便四散离去 不出所料 此时的高家早已经乱套了 原本还隐藏在暗处的修仙者 此时也通通现身 天上的顿光不断闪掠 肆无忌惮地搜查着 见到高月现身 无数目光顿时汇聚到她的身上 更是有人急切地开口道 高小姐 之前那个意向是怎么回事 可否给我们一个解释 放肆 孙云一声立鹤 飞奔而来 她面容冷酷 无比霸气 高家装在我青灵山的庇护之下 高家做事 何须向你解释 青灵山有先人坐镇 名头极大 顿时就震慑住了在场的所有人 孙云则是面带笑容 来到高月面前 目光隐晦地扫了李面凡和南南也 刚刚这两人一直陪在高月身边 那机缘会不会已经 她深吸一口气关切道 月儿 你没事吧 有了李面凡的提醒 高月此时感觉孙云浑身上下都充满了虚问 眉头不由地微微皱起 嘴上却是淡然道 没事 多谢孙公子关心 孙云继续道 月儿 刚刚你们去哪里了 可担心死我了 高月则是按照李面凡设定的剧本开口道 刚刚我得到了我爹的托梦 知道了高家的一些事情 杀害我爹的并不是阿牛 还请孙公子将阿牛放了 我已经决定嫁给他为妻了 什么 孙云的眼眸陡然瞪大 难以置信地看着高月 心境在难隐藏 脸色不住地变化着 阴晴不定 高月轻声道 还请孙公子成全 呵呵 好 我成全你 孙云甘笑两声 转过头去 眼中却满是阴霾 把那头牛腰给我带上来 不多时 一头大青牛就被带了上来 伤势并没有恢复多少 依旧保持着原形 显得有些虚弱 突然 一道剑光闪过 阿牛惨叫一声 一块肉已然从他身上切割而下 掉在地上 却见孙云手持长剑 眼中寒光暴闪 冷笑道 高月 我没空陪你完了 把宝物交出来 否则 我就把你的心上人做成红烧牛肉面 孙云手持长剑 眼中寒光暴闪 冷笑道 高月 我没空陪你完了 把宝物交出来 否则 我就把你的心上人做成红烧牛肉面 阿牛 高月娇曲一动 翘脸煞白 焦急无比 牛腰喘着粗气沙哑道 月儿 你不用管我 高月面露悲伤愤怒道 孙云 想不到青灵山竟是一群道貌黯然之辈 我之前真是错看你了 凡人如同草剑 我堂堂青灵山花费了这么长时间陪你玩 你应该感到荣幸才对 可惜你不识抬举 找死 孙云冷冷一笑 常见一台 已经搭在了牛腰的脖子处 给你三夕时间 告诉我高家的宝贝在哪里 看这里 楠楠小手一伸 金箍棒顿时出现在她的手中 随后微微一扬 轻轻落于场上 金光灿灿的金箍棒 顿时缓花了众人的眼 这 这是 所有人都咽了一下口水 心中已有猜想 心跳加速 恨不得把眼睛给沾上去 孙云更是带着青灵山的弟子飞奔过去 抬手就准备抢夺 却听南南笑着道 给我变大 变大 变大 随着她的声音落下 金箍棒顿时胀大 很快高度就超过了房屋 如同一根称天之柱 随后就向着愣神的孙云等人砸去 金箍棒上有着阴云之光闪烁 骇人的微视压的空气都发出呼呼的爆破声 孙云等人顿时脸色大变 他们来不及细想 纷纷记起法宝 法决意 顿时光滑闪烁 形成护照 勉强将金箍棒给挡住 不过巨师吃力无比 已然无法动弹 南南身形一闪 站在金箍棒上 笑嘻嘻地看着被镇压的众人 戏谑道 这宝贝如何 滋味不好受吧 妖女 你竟敢与我们青灵山为敌 孙云仗红着脸力喝出声 实际上的现在就放了我 然后交出宝贝 我还能饶你一条性命 找死 南南的脸色一沉 眼神冰了 抬手在金箍棒上猛地一排 只听扑的一声 孙云等人当即就被震得口吐鲜血 身受重伤 若非李念凡 让他不要随便杀人 这几人恐怕早就被金箍棒压的血肉模糊了 南南目光变腻地扫了一眼在场的修仙者 无比霸气道 我的宝贝就在这里 我就问 还有谁 话音刚落 就听疯的一声 一股跟他的小体格完全不成正比的威势从其身上爆发而出 犹如山崩海啸一般 顿时充斥在整个高架 让众人喘不过气来 大城七巅峰 恐怕已经达到天仙境界的实力了 哇靠 这小女娃的外形是假的吧 所有人都震惊于南南的年龄 她实在是太小了 这种年龄 能修炼到金丹七就已经算是小天才了 她这 莫不是开挂了吧 厉害 小小年纪就已经达到了很多人一辈子都达不到的高度 真是骇人听闻 清灵山宗主身穿白袍浮现于虚空之上 周身散发着飘渺的气息 冷眼看着南南 除了她之外 周围的虚空中还不断涌现出一个又一个修仙者 修为据是不俗 都是清灵山的各大长老 已然是将整个高家庄团团包围 整个清灵山的高手可以说是清朝而出 他们并不觉得夸张 毕竟 这次的宝物实在是太珍贵了 南南却是撇了撇嘴巴不懈道 老头 就凭你们这群人的修为可不够 老者没有反驳 他也是大成妻修士 虽然还有个大长老 人数与修为都占尽上风 但是南南的手中却拿着如意金箍棒 就算能打得过 那也是一场苦战 不过他却一点不慌 眯着眼睛笑呵呵道 小女娃 我清灵山可是出过仙人 而且还不是一般的仙人 如今已然成为了天庭的一名天兵 我想要赐宝 也是为了孝敬先祖的 你若是识相 天兵又如何 真当等姑娘会叛逆 南南冷哼一声开口道 没有实力就赶紧滚 宝贝是我的 想要就来抢 老者的眉头顿时皱起 眼中闪烁着怒火 小女孩就是麻烦 不知进退 老祖特意交代过 如果可以 尽量不要让其亲自出手 毕竟他作为天兵 受到天条制约 不敢太明目张胆 奈何南南软硬不吃 国安场里出牌 就在这时 续宫中陡然传出一声飘渺的叹息 真是名玩不灵 就在这时 续宫中陡然传出一声飘渺的叹息 真是名玩不灵 寻声望去 却见一道人影缓缓地从空中浮现 他身披铠甲 脚踩降云 悠然落下 青灵山宗主顿时脸色涨红 激动道 老祖 恭迎老祖 青灵山的其他人自然也是激动到无以复加 脸上巨石带着崇敬之色 一起高呼道 恭迎老祖 老祖 我青灵山的老祖来了 孙云依旧被金箍棒死死压着 仰头呆呆地望着空中的那道身影 哈哈大笑道 妖女 你完了 真是个傻子 南南平静地瞥了他一眼 露出恶魔般的笑容 我现在不太想杀你了 等一下看你被吓死肯定更有意思 吓死我 孙云顿时被逗乐 我看被吓死的不是我 反倒是你 似乎已经被吓得神志不清了 南南面无表情 扭头看向天空 高家庄的所有人也纷纷仰着头 无比敬畏地看着那道身影 平住呼吸 大气都不敢喘一下 青灵山老祖脚踩祥云 居高临下 目光炙热地看着那如同柱子一般的如意金箍棒 眼眸中金光暴闪 他无比激动宝 不愧是传说中的如意金箍棒 上古灵宝 好棒 真是好棒啊 如此至宝出世 也不忘我亲自下凡一趟 可惜 还是有些美中不足 他的目光不由地落在了南南的身上 皱着眉头 有些不悦 本来 他是不想亲自动手的 毕竟 他的身份不同 一旦泄露出去 那就是触犯天条的罪魄 不过为了此等之宝 冒险也是值得的 这时 青灵山宗主也飞升而起 无比恭敬的行李道 见过老祖 老祖轻轻汗手 免礼 这件事你做得不错 宗主当即大喜 多谢老祖赞赏 能够为老祖效劳是我的荣幸 老祖挥了挥手 淡然道 不正马 话音刚落 包围青灵山的那群人周身法力顿势澎湃而出 彼此之间居然结成了一个封闭的囚容 瞬间将整个高家庄都包裹其中 这 这是 所有人都慌得一瓶 感到一阵不安 有一种与世隔绝的感觉 本来我也不想的 要怪就怪他吧 老祖指了指南南 接着冷笑道 非要逼我现身 那在场的所有人一个都别想我 这阵法能够遮掩天机 你们可以安心地上路了 他做事非常果断 不想浪费任何时间 只需要抬手之间 就能将整个高家庄移为屏蔽 就在这时 人群中却是突然传出一声低贺 住手 老祖的眉头一皱 不由地看向李念凡 清灵山宗主开口介绍道 老祖 这家伙跟那小女还是一伙的 李念凡缓缓地向前击步 走出人群轻叹道 我是真的不希望看到这种场面 只可惜 身为天兵你却比我想象的还要心狠手了 你是何人 老祖上下打量着李念凡 眼眸中露出一丝惊异不定的神色 看似凡人 但这口气却出奇的大 不像是一般人能说出来的 我是何人 李念凡摇了摇头 一个普普通通的凡人吧 他一边说一边看向天空 若是天空的人还不到 那只能让南南动手 先斩后奏了 凡人 老祖顿时被气笑了 自己居然跟曲曲蝼蚁说了这么多废话 简直就是人生中的一大污点 胆敢浪费我的时间 简直是找死 我看找死的是你 哎呀呀 雷鸣般的声音从虚空中陡然乍响 滚滚而来 回荡在这片天地之间 夹杂着急切的怒吼 震得人耳朵嗡嗡作响 下一秒 巨灵神随身而至 瞪大着眼睛 充满了怒火 其身后更是站着无数身影 个个威压惊天 让人不敢直视 去 巨灵神将 那老祖的脸色顿时煞白 刚刚的强势荡然无存 他的大脑一片空白 怎么都想不通 为何会惊动堂堂巨灵神将 巨灵神则完全没有鸟他 一个小透明而已 从空中急速落下 快步来到李念凡的身边 公升行礼道 小神救驾来迟 还请圣君大人恕罪 此言一出 孙云傻了 青灵山宗主傻了 在场所有人都傻了 那老祖更是大脑直接炸裂 整个人如遭雷击 全身止不住的颤抖 圣 圣君大人 连巨灵神都要公身行礼 我居然得罪了一个 如此恐怖的存在 那老祖直接大脑炸裂 整个人如遭雷击 全身止不住的颤抖 圣 圣君大人 我居然得罪了一个 如此恐怖的存在 完了 一切都完了 就在这时 又有一股恐怖的威压滚滚来 一道后时的祥云 停在了虚空之上 一道剑芒从祥云中穿透而过 直接落在了李念凡的面前 小神萧成风救驾来迟 还请圣君大人恕罪 还不等众人震惊 又有两道祥云轰然而至 小神杨简 小神叶流云 救驾来迟 还请圣君大人恕罪 看到如此场景 全场所有人同时倒抽一口凉气 这到底是何等任务 才能让天宫大动干戈 引来如此多的天兵天将 太惊悚了 太不可思议了 孙云也是大张的嘴巴 只感觉头皮发麻 全身都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极度的恐惧将他淹没 让他窒息 他不知道圣君代表着什么 但是 如此多的天兵天将 那可是实打实的 超乎想象的存在 其恐怖程度 早已超出了他的承受范围 青灵山的所有人 也已然被吓得身子一软 统统摊倒在地 捂着星空 在生死的边缘徘徊 他们能真切地感受到 什么叫做蝼蚁 不对 此时的他们连蚁都算不上 至于那位老祖 早已被吓傻了 甚至无法控制自己的身体 正在剧烈地颤抖着 我只是区区一个小天兵 何德何能 竟然能惊动十万天兵天将 此刻 他只想做一件事 那就是自杀 事实上 他也是这么做的 只听扑的一声 他直接口吐鲜血 蹊跷流血 身子从空中坠下 生机全无 前一刻还牛逼轰轰 让人仰望的仙人 此时居然自杀了 高家庄的所有人 永远都无法忘记 这一天所经历的震撼 云层之上 黑无常冷哼一声开口道 不知死活的东西 胆敢冒犯高人 死一百次都不解恨 去把他的魂魄拒拉 白无常也深以为然地点了点头 不错 先给他来一套 十八层地狱套餐好了 此时的高家庄上下 鸦雀无声 天空之上 祥云盖天 站着无数天兵 地上则是站着杨俭等四位天将 随便一个人放在凡间 那都是滔天大的人物 然而此刻却因为一人而同时现身 李念凡目瞪口呆地 看着站在自己面前的四人 忍不住口笑道 只是一件小事而已 你们这未免也太兴师动众了 他让黑白无常去通知天空 只不过是想要个见证者罢 谁曾想 天空居然派了这么一堆天兵天将过来 着实是有些过头了 叶流云公声道 我们这也是为了圣君大人的安危着想 必须得确保万无一失才行 杨俭也是正色道 是啊 而且此事毕竟跟我们天空有关 我们必须严惩以待 绝不姑息 巨灵神更是愤怒无比 哇呀呀 这蛛虫真是气煞我也 可惜他自杀了 否则我并要将其绑在天柱上 让他尝尝天雷的滋味 萧承风则是云淡风轻道 反正左右无视 我也顺便来出奋力 其实 在接到黑白无常的消息后 整个天空都炸了 居然有人想在圣君大人面前搞事情 这还了得 这绝对是天空的第一大事啊 玉帝和王母如果不是顾及到影响不好 他们都恨不得亲自到场了 李念凡还能说什么 心中唯有感动 真是不枉自己与他们深交 一听到自己有难 二话不说就纷纷赶来 自己这个圣君当的还是很气派的嘛 哈哈哈哈 念及于此 他也是无比感激道 真是多谢诸位了 可惜这次不是什么大事 没有功德奖励 让你们白跑一趟 圣君大人这是说的哪里话 我们是贪图功德的人吗 对啊 圣君大人以后有事尽管说 有没有功德无所谓 我们就是单纯的喜欢为您两位插刀 杨检等人当即连连客套 一方话说的李念凡内心舒爽不已 黑白无常彼此对视了一眼 都从对方的眼中感受到了压力 果然 刻苦钻研舔到的不止我们 那四人目测早已将舔到炼至炉火纯青的地步 舔得高人眉开眼笑了 看来自己还需要更加努力才行 黑白无常彼此对视了一眼 都从对方的眼中感受到了压力 果然 刻苦钻研舔到的不止我们 看来自己还需要更加努力才行 哦对了 这次在高家庄里发现了当年天鹏元帅和齐天大圣的兵器 李念凡叫来南南 陈鹰片刻开口道 天鹏元帅的兵器就归还给天宫吧 但是这如意金箍棒 我想留给南南使用 也不知道可不可以 可以 当然可以 杨简不假思索的开口 这两把兵器本来就是无主之物 既然是您获得 那自然归您所有 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聚灵神也跟着附和道 就是 圣君大人太客气了 领导能者拘之 算不上天宫之物 叶流云更是连忙道 南南姑娘和如意金箍棒真是太般配了 圣君英明 哈哈 我留着也没用 杨简不敢推辞 连忙拱手道 那我就代表天宫多谢圣君的馈赠 无必客气 李念凡摆了白手接着道 行了 你们赶紧去做自己该做的事情吧 别在我这里浪费时间了 萧成风立马攻声道 是是是 我们这就走 圣君大人 有事您说话 圣君大人 告辞 黑白无常等人也纷纷向李念凡辞行 天兵天将来的快 去的也快 当然 在临走之前肯定是把清灵山也顺手清理干净了 至于高家壮的其他人 好不容易捡回了一条命 又经历了如此震撼的场面 心中的幻想早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纷纷在第一时间选择了远顿 高月也从震惊中醒悟过来 连忙对着李念凡行李道 多谢李公子 一边说 他一边轻轻地踢了一下身旁的牛腰 只不过 那牛腰却毫无反应 牛嘴大张着已经化为了雕像 他只是一只腰 一只小小腰 别说天兵天将了 就是在修仙者面前都得几年盛行 如此大的场面 高小姐不必客气 说起来 还是我们从你这里取走了宝物 该感谢你才对 圣君说的哪里话 匹夫无罪 怀必其罪 宝物早点取走也是好事 高月诚挚开口道 李公子要不要在高家再住几日 让小女子好好招待一下 李念凡笑着摇了摇头 不了 事情既然已了 那我们也该告辞了 高小姐 后会有期 高月显得有些失落 轻叹一声道 那我送送李公子 离开高家庄 李念凡不由得有些感慨 本来只是来观光旅游的 想不到居然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 而且 猪八戒还在高老庄中留下了遗迹 看来他对高翠兰是真爱无疑了 男男则是手持金箍棒一脸兴奋 一边走一边挥舞着 棍影重重 两眼放光 就等着撞见恶妖 好一展拳脚 同一时间 杨检等人已经回到了天宫覆命 事关高人 玉帝和王母自然是极为关心 当听到一切都处理妥当后 这才尝述了一口气 杨检开口道 对了陛下 娘娘 本次在高老庄中获得了如意金箍棒和九尺钉耙 高人只要了金箍棒 说九尺钉耙是天宫之物 便吩咐小神给带回来 哎 这确实是天宫之物 想不到 高人此时还在为我天宫考虑啊 玉帝顿时感到无比惭愧 九尺钉耙是太上老君炼制而成 归属于天同元帅 自然是天宫之物 但是过去了那么多年 天宫都没有能力去寻找 却被高人给找到了 并且还归还给了天宫 顿时让众人感觉羞愧难当 王母叹息一声开口道 高人一直在为我们付出 而我们却只能在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上面稍微露露面 就拿这次来说 为什么他们会出动这么多天兵天将 因为他们能为高人做的事情实在是太少 好不容易高人开口了 哪怕是鸡毛蒜皮的小事 都值得他们心事动众 这是对高人最起码的尊重 得赶紧增强实力 尽量为高人多做一些事情 玉帝开口了 叶刘云将军 你似乎还没有合适的兵器 又得高人看重 叶刘云文言连忙功声道 多谢陛下 小神一定好好运用 将来为高人多多效劳 一旁的王母则是开口道 对了 高人可还有什么交代吗 没了 杨茧摇摇头随口道 高人让我们别浪费时间 赶紧回来做自己该做的事情 玉帝多少有些失望 这样啊 高人真是这么说的吗 却在这时 虚空中突然传来一道飘渺的声音 随后有着霞光垂落 圣洁的场景之下 一道亮影偏然而至 众人连忙行礼 见过女娲娘娘 不必多礼 刚刚你们说的话我都听见了 对于李念凡的消息 女娲自然是无比的关注 玉帝迫不及待的好奇道 娘娘刚才的话是合一 难道高人的话中还有什么玄机 女娲淡然道 你以为呢 你莫不是忘了 盗祖就最爱打哑 即便是我 很多话也不会明说的 更何况高人 玉帝当即道 还请娘娘明言 女娲宁声提示道 高人让你们赶紧去做自己该做的事情 你们觉得自己该做什么 该做什么 众人都是眉头一皱 自己的工作不就是这些吗 难道还要加班不成 就在这时 玉帝不经意看到了 杨茧额头上的第三只眼 顿时灵光一闪 惊呼道 娘娘的意思是 高人的食谱 对啊 我怎么把这么重要的事情给忘了 为高人提供食谱上的野味 才是我天宫的本质工作呀 我真是太适直了 所有人巨事露出恍然之色 一同想起了那本山海经 对于高人的食谱 天宫从上到下都很重视 并且把每一头异兽都铭记心中 时常巡视天地 看看洪荒中还有没有什么异兽存在 只是可惜 一直没能找到踪迹 最终得出结论 大多数异兽恐怕只存在于混沌 或者其他世界之中 杨茧的眉头微微皱起 忍不住叹息道 自从被高人献上穷气以后 这么长时间过去吗 我们还没能献上第二头异兽 这实在是太不应该了 巨灵神也跟着附和道 是啊 高人都忍不住通过暗示的形式来催挫 这让我们情何以堪啊 他们顿时感到一阵力不从心 要知道 混沌之中 无兵无营 存在万千大小世界 大佬数不胜数 危机无穷无尽 更别说还要去别人的世界抓凶兽了 这简直就跟送外卖没啥区别 就在这时 萧承风突然站出来开口道 陛下 小神恳请辞去神位 绿帝的眉头一皱差一刀 萧天将 你这是何意 小神准备前往混沌 为高人寻觅一授 萧承风语气坚定 眼眸中闪烁着光芒 还请陛下成全 萧兄 你这家伙可真不够意思 有好事居然不带上我 叶流云哈哈一笑接着道 陛下 小神也恳请辞去神位 杨检则是冷冷一笑 你们两个 连大罗金仙的实力都没有 根本没资格踏出混沌 要去自然也是我去 我杨检 此生从不欠人情 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 但是高人之恩 我已经报答不了了 唯有这条命还算指点钱 聚灵神已然将腰间的狼牙棒取出 挥舞着大吼道 哎呀呀 不管如何 这次我肯定是要跟着去的 他们四人都是面露恳切 心中焦急 高人对自己一定很失望吧 赐予了如此多的造化 我们却依旧不争气 什么忙都帮不上 哎 我们就是扶不起的恶斗啊 行了 此事我早有计划 不管是对混沌的熟悉程度 还是修为境界 你们都差的不是一心半点 要去自然也是我去 女娲开口了 语气中充满着圣洁之光 而且 上次我去过的世界当中 就存在着一头一手 杨检连忙道 娘娘 让我们也去吧 我们也能帮上忙 你们 还是算了吧 女娲摇了摇头 深吸一口气接着道 最近这段时间我想了很多 甚至特意去请教了 打几姑娘和火凤姑娘 就是想知道更多 关于高人的信息 王母宁重道 不知娘娘有何感悟 女娲的语气中充满了声音 我发现 高人似乎很无聊 为此还发明了诸多的游戏 来打发时间 这种情况下 你们觉得高人选择我们洪荒世界 只是单纯的为了体验生活吗 女娲的语气中充满了声音 我发现 高人似乎很无聊 为此还发明了诸多的游戏 来打发时间 这种情况下 你们觉得高人选择我们洪荒世界 只是单纯的为了体验生活吗 玉帝忍不住猜测到 莫非 高人也是将其当做了一场游戏 八成事了 女娲点了点头 据我了解 高人玩游戏喜欢以通关为目的 那他对我们洪荒世界 设立的通关目标又是什么呢 要知道 饕餐可是天道极的异兽 高人的诗谱中既然有他 那我们定然是要将其抓来的 通关吗 杨检等人听到此处 眼中巨视闪烁着激动的神采 似乎找到了人生目标一般 坚定道 我们一定要帮高人通关 通关可不是嘴上说说那么容易 高人已经帮了我们太多太多 努力就要靠我们自己了 女娲顿了顿 似乎下了很大的决心 忍不住颤声道 我甚至觉得高人所谓的通关 很可能是把我们洪荒培养成混沌第一 混沌第一 在场的所有人同时倒抽一口凉气 心脏砰砰直跳 几乎快要窒息 这个想法太疯狂了 这可是混沌了 成为第一是什么概念 他们不清楚 因为根本无法想象 萧成峰突然哈哈大笑起来 混沌第一 哈哈哈哈 好 感谢高人的信任与栽培 我会用一生来证明 我萧成峰不弱于任何人 杨检等人纷纷向萧成峰投去了惊异的目光 骚话还是你会说呀 聚灵神一拍萧成峰的肩膀笑着道 说得好 我的想法跟你一样 叶流云也是跟着附和道 巧了 我也是这样想的 杨检则是忍不住敬畏的 将整个混沌都当成游戏 大佬无聊起来 这么疯狂的吗 女娃接口道 因此 能够被高人选中 这是我们整个洪荒世界的荣幸 好好修炼吧 如此才能在混沌中立足 不让高人失望 玉帝等人面露坚定 句誓一口同声道 娘娘放心 我们一定会为了高人通关而努力奋斗 女娃点了点头 如此便好 我也会尽快赶回来 洪荒世界就交给你们了 画面一转 凡间 离开高家庄以后 李念凡带着男男根据地图的指示 向着流沙河的方向而去 大概是绝地天通的原因 使得地势出现了变化 渡过流沙河 下一站便可直接到达女儿国了 其实李念凡倒不是冲着女子去的 只是因为女儿国这个名头实在是太小了 她非常想开开眼界 这个全部都由女子组成的国度 到底是个什么样子 两人依旧不急着赶路 时间缓缓流逝 不知不觉中 已然走出了树林 不远处还有着山岸起伏 随着不断前行 花花的流水声 男男将金箍棒扛在肩头 突然抽了抽鼻子开口道 哥哥小心 前方有妖气 李念凡点了点头 接着还不忘提醒道 不要随便大动干戈 男男笑着点头道 我知道了 哥哥 不多时 一条无比宽大的河流便映入眼帘 河水花花流淌 颜色有些偏向于暗黄色 正如流沙河之名 不过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河岸边正聚集着几十号人 去世跪在地上 前面还摆着一张方桌 桌上则是放置着乳猪牛羊 而在那处河水之下 一头白色的 全身有些透明的水晶蛟龙 正对着众人露出了半个身子 这头蛟龙的外形极为特殊 全身为琉璃色 在阳光的照耀下 可谓是无比漂亮 此时 最前方的两人手中 各自抱着一个小娃娃 正慢慢递向李娇 大胆 男男怒怒圆荡 顿时气得小脸通红 恶娇 吃我一棒 话音未落 他整个人便冲了过去 当头一棒 直接砸在了李娇和那群人之间 强大的威势让李娇全身颤抖 脸色大变 想都不想就一头扎进了水里 想跑 男男手中的金箍棒迅速变粗变长 随后直直地插入流沙盒 在其中来回搅拌 不多时就搅出了一个巨大的漩涡 紧接着 一道身影便从漩涡中倒飞而出 重重地摔在了地上 却是一名身穿白色冰丝裙的女子 她翘脸煞白 嘴角还带着血丝 正跪在地上无助地求饶着 大人饶命啊 李娇翘脸煞白 嘴角还带着血丝 正跪在地上无助地求饶着 大人饶命啊 饶命 你气啊百姓 还妄图吞吃同男同女 最无可恕 定要让你尝尝我金箍棒的厉害 男男显然是气得不轻 她小时候好几次都差点生死 因此最讨厌别人欺负小孩子 恳请大人息怒 放过娇仙子吧 这是误会 娇仙子并没有欺负我们 就在这时 周围的百姓 却是纷纷跪地为李娇求情 男男的动作不由的一致 就没看着众人 开口问道 你们不是想把这两个小孩 送给娇龙吃吗 百姓们连连摇头解释 当然不是 娇仙子怎么可能吃小孩呢 我们是想让小孩默默娇娇仙子 沾沾掀气 听闻此言 李念凡也跑过来 黑着脸开口道 我都让你悠着点了 你怎么还给我搞出 这么大的乌龙 对不起哥哥 我也是怕那两个小孩有危险 男男委屈地低下了头 同一时间 混沌之中 一道身影缓缓地踏步而来 他身穿灰色袍子 骑上有多处破洞 随意而邋遢 发丝凌乱 衣衫蓝绿 腰间还挂着一个酒壶 晃晃荡荡地行走在混沌之中 显得很是颓废 半醉半醒之间 却是一步迈入了洪荒世界 咦 这里是 那人微微一愣 打量着四周的天地 一方残破的小世界 他仰头喝了一口酒 又晃了晃脑袋 开始无所谓地 在洪荒世界中闲逛起来 在他的背后 一柄长剑微微一颤 散发出阴晕之光 风鸽 在别人的世界里 你还是小心一些吧 呵呵 放心 这个世界比当初我们的世界 还要渺小很多 正在竭力地隐藏自己 怎么可能会有危险 男子安抚了一下 长剑接着道 再说了 我也没有恶意 既然来了 索性就看一看这方世界吧 他缓缓地迈出一步 紧紧一步 却是跨越了无尽的距离 从天外天跨过了天宫 跨过了仙界 直接落在了凡间 没有惊动任何人 极致地削弱自己 从而达到隐藏自己的目的 有趣 男子行走于凡间 走马观花地看着一切 就好似旅游一般 不多时便来到了下朝境内 经过这段时间的发展 下朝已经今非昔比 国运如龙 镇压着人族气韵 男子的脚步微微一顿 眼中露出惊异之色 天地都成这样了 人族天生缠弱 怎么还能有如此高的气韵 他们是如何做到的 他进入下朝 就好似普通人一般 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感受着其内的一切 越看却越是吃惊 那 那是 他看向不远处的农田 眼眸中充斥着难以置信的神色 骆云 你看那里 居然生长着与四季完全不同的水平 不仅如此 农作物更是一颗颗长势喜人 完全违背了常理 男子闭眼感受了一会儿 轻声道 没有法术痕迹 天地规则也没有什么改变 怎会如此 常见微微一颤惊奇道 这些当真是凡人所能做到的吗 男子继续向前 放开神识仔细观察 很快就看到了下朝境内所开办的学堂 并且知道了他们所学习的一切 一股股信息传入脑海 嫁接 杂交种植 大鹏养殖 还有那个白草药精 男子惊叹出生 好天才的想法 还有那奇异的数字计算方法 这一切的一切 究竟是对天地有多么深刻的感悟才能创造出来的 难怪凡人会有如此高的器语 这是诞生了一位领航者呀 果然 每一个世界都有其独到之处 这方世界倒是可惜了 出了一位如此伟大的领航者 天地却偏偏是残缺不全的 注定走不长远 他用了伟大这个词 可见其内心的尊敬 可惜我学了也没用 毕竟我们所在的世界早就不存在了 男子的眼眸中带着一丝缅怀 摇了摇头 继续迈搏而行 一步横跨万里 很快就停留在一处大河之上 河水弯弯 碧波平静 周围的风景也十分宜人 有着高山环绕 绿树成荫 这条河倒是有趣 有着天道规则加持 苛之能够使人怀孕 并且生出女娲 男子悠然一笑 摸了摸背后的长剑柔声道 骆云 你看着 我带你做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男子悠然一笑 摸了摸背后的长剑柔声道 骆云 你看着 我带你做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画面一转 流沙河 男男如同做错事情的宝宝 正对着李娇仙子不住的道歉 不过 碍于他的淫威 娇仙子哪里敢接受他的道歉 弱弱的连称不敢 李念凡也是出面打着圆场 骁仙子 实在是不好意思 小妹不懂事 多有得罪 抱歉抱歉 李娇轻咬嘴唇摇了咬头 无妨无妨 一点皮外伤而已 他还能说什么呢 打又打不过 只能自认倒霉 能保下一条命就已经不错了 李念凡这才注意到李娇仙子的模样 他的头发有些发烂 脖子处还有少量的琉璃色鳞片没有褪去 此时的样子看起来很是柔弱 美丽的脸上还有一些稚气未退 看来是一头刚长大的小蛟龙 李念凡忍不住叹息一声 再度瞪了喃喃一眼 他已经从村民的口中得知 这里焦是负责镇守流沙河的龙神 行云不语 控制河流 对当地多有贡献 因此 人们是自发组织供奉的 李焦这个种类李念凡还是知道一点的 是龙与芒所生 在神话故事中属于天性善良的蛟龙 就强弱而言 李念凡心中也有些许了解 虽说焦修炼之后也能化龙 但此龙并不是东海龙王那种龙 东海龙王他们是礼于所化 其实跟焦一样 都是带有一部分龙族血脉吧 并不是真龙 真龙只有远古的祖龙或者阴龙等等 若是东海龙王继续修炼 生命层次才会蜕变 逐渐繁足 成为真龙 李念凡开口问道 敢问焦仙子明慧 可有归于四海管辖 我叫阿黎 已经得到了龙宫的认可 阿黎回答道 如此那便是自己人了 李念凡笑了笑 自我介绍道 李人李念凡 跟四海龙王也有些交情 这次真是误会 我会想办法补偿的 他心中有愧 准备跟四海龙王打个招 让其照顾一下阿黎 李念凡 跟四海龙王有救 阿黎的大脑顿时一片空白 刚刚站起的身子微微一缠 差点再次瘫倒在地 他怎么可能没有听过高人的大名 这可是天宫禁忌 但凡有些地位的都被特别叮嘱 万一遇到高人 必须要以礼待之 指不定就是一场造化 这可是高人啊 我居然遇上高人了 阿黎感觉自己的脑袋 刮嗡嗡直响 一时间手足无措 心跳加速 呼吸急促 李念凡见他如此愣神 还以为不相信自己 便缓缓抬手 手心之上 一朵金色的功德金莲 缓缓浮现 慢悠悠地旋转着 光彩夺目 这个可以作证 你相信我 我信 我当然信 阿黎的声音都有些颤抖 连忙行礼道 阿黎拜见圣君大人 李念凡笑着道 不必多礼 这次倒了的乌龙 真是对不住了 没事没事 阿黎一个劲儿地摇头 不知该怎么跟高人相处 心里慌得一批 弱小又无助 他咬了咬牙弱弱道 圣君大人来此 可是有什么吩咐吗 小神一定尽心竭力地办好 李念凡安抚道 你不必如此紧张 我又不吃人 阿黎顿是一个机灵 吓得不敢说话 我知道你不吃人 但是你吃野味啊 我不就是野味吗 他年幼胆小 对舔到又一窍不通 相比于滔天大的造化 显然是更害怕危险 所以只想着进而远之 李念凡继续道 我来此也没什么事情 只是心血来潮 逛一逛流沙盒而已 你在这流沙盒多久了 对此地熟悉吗 阿黎开口道 小神自幼便在这附近长大 也是受到了龙宫的招安 才掌管这一带的 对此地还算熟悉 圣君大人若是感兴趣 可以去我家坐坐 李念凡顿时来了兴趣 笑着道 那就讨扰了 阿黎点了点头 很快就化为礼礁没入水中 身子浮在水面上攻声道 圣君大人 请上来吧 好的 李念凡笑了笑 也不客气 带着南南就坐在了阿黎的脖梗处 阿黎打了声招呼 身子便直直地没入流沙盒之中 他对于水的掌控自然是不必多说 流沙盒虽然湍急 但是一旦靠近阿黎的周身 便会化为平静的水流 根本不会影响到李念凡和南南 阿黎一路向下 很快就来到了他的洞府所在 阿黎一路向下 很快就来到了他的洞府 他身躯微微一挡 对准洞府 正准备进入其中 想不到却遇到了阻碍 站住 伴随着一声吏喝 上百道身影从四周缓缓地游了过来 都是各种水妖 紧接着 又有一声狂笑传出 一道略显壮硕的身影从洞府中迈过而出 他的脸上长着黑色的鳞片 眼睛外凸 半人半鱼的模样 正无比殷切地看着阿黎 你总算回来了 考虑得如何 嫁给我吧 阿黎扭动着身躯愤怒道 黑鱼精 你居然趁我不在 霸占我的洞府 你这是什么话 咱们夫妻之间的事情能叫霸占吗 黑鱼精哈哈一笑 显然是心情极为不错 他抬手一招 当即就有一群小啰啰 扛着几大箱子珍珠以及财宝走了过来 黑鱼精得意道 最近发了一笔小财 我连聘礼都准备好了 以后我们就住在这里 你当神仙有什么好的 不如随我一起战和称王 逍遥快活 阿黎气得直哆嗦 你不要痴心妄想了 赶紧给我滚 滚 黑鱼精冷冷一笑 本大王惦记你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今天也算是有备而来 这次你嫁也得嫁 不嫁也得嫁 无耻 阿黎怒喝一声 身躯猛的一甩 一道长长的水波顿时犹如刀片一般 向着黑鱼精斩去 黑鱼精的眼睛一眯 手腕一抬 却是出现了一把银色大刀 大刀发出轻颤之音 随后对着水波猛的一斩 轻易就将那水波一刀两断 化为了无形 黑鱼精的眼猛猛的一亮 哈哈笑着道 好刀 阿黎的内心微微一沉 有些不安 他与黑鱼精的实力本来就弃不相当 但是现在却不同了 法宝对战斗力的增幅实在是太高了 你还不束手就擒 乖乖认命 放心 我绝对会是一个好丈夫的 哈哈哈哈 黑鱼精迈步而出 向着阿黎靠了过去 同时眼睛也很辣的盯着李念凡和南南 冰冷到 还敢带野男人回来 我可以原谅你 不过得让我把他们吃掉 你想吃我 李念凡好笑的摇了摇头 巧了 我也在思考黑鱼的做法 准备做一道番茄黑鱼片 阿黎被南南所伤 李念凡正感觉有些过意不去呢 如今来了个送菜的 倒是提醒了他 正好可以给阿黎做一顿美食尝尝 黑鱼精沉着脸道 呵呵 死到临头了还敢嘴 给我死 只是 还不等他迟到杀来 一股滔天的威压便轰然加深 河水倒涌 瞬间让他所占的地方成了一个真空地带 随后 一个巨大的金色棍影已然是轰然而至 砸在了他的头上 黑鱼精哭一声 甚至连台刀割挡的机会都没有 就化作一条巨大的黑鱼 陷入了安详 搞定 南南收起金箍棒 撇了撇嘴刀 还好没用太大力气 否则砸成肉泥就吃不成了 哥哥 这群小妖怎么办 不用管他们 把黑鱼拖进去吧 好的 直到南南拖着黑鱼进入洞府 周围的一众小妖 这才纷纷回过神来 顿时吓得魂飞魄散 亡命奔逃 洞府之中 阿里仍然心有余悸 一边带路一边惩治道 多谢圣君大人相救 若是自己真的被一条黑鱼精 抓回去当了压寨夫人 那简直就是噩梦 想想都可怕 李念凡笑着摆了摆手 小事一桩 刚好我也饿了 黑鱼可是很不错的食材 你有口福了 这洞府虽说不上豪华 却也是别有洞天 豁然开朗 墙壁上还镶嵌着几颗夜明珠 闪烁着阴晕之光 阿里将李念凡和南南带到大厅 亲自倒上美酒 拘谨道 圣君大人 请喝酒 好 多谢 李念凡端起酒杯 轻轻地抿了一口 接着又好奇道 这黑鱼精也是流沙河中的妖怪吗 回圣君大人 正是 阿里点了点头继续的 他是流沙河中的一把 时常会掀翻船只 吞吃过往的行员 我曾经多次与之交手 都不分胜负 也是无可奈何 一边说着 他忍不住再度看了黑鱼一眼 心情复杂 如今看来 黑鱼精也不过如此 在圣君大人的眼里 也就是一盘不错的食材罢 阿里忍不住再度看了黑鱼一眼 心情复杂 如今看来 黑鱼精也不过如此 在圣君大人的眼里 也就是一盘不错的食材罢 都说圣君大人喜欢吃野味 果然如此 黑鱼精这是知道圣君大人懒了 特意自己送上门来 倒也算是自觉 好了 趁着黑鱼还新鲜 赶紧处理一下吧 李念凡微微一笑 妖怪他吃得多了 心中倒是没有太大感触 不过一想到等下能吃到番茄鱼 嘴里就忍不住开始分泌口水 这也算是一道硬菜了 番茄鱼的做法很简单 准备好西红柿和鱼 这两样主要材料 再配合葱姜蒜等调料 浮一白酒 调制出美味浓郁的汤汁后 将鱼肉倒入其中慢炖即可 而这道菜的关键只有两个 一个是刀工 还有一个便是汤汁的调配 当然 这两样自然是难不倒李念凡的 可谓是信手捏来 眼看着李念凡 乒乒乓乓地拿出一堆锅碗条盆 阿里诧异的同时又感到一阵无地自如 他没想到传说中的圣君大人 居然如此接地气 随身竟带着一套如此豪华的餐具 再看看自己 整个洞府之内连个厨房都没有 李念凡的动作很快 也很娴熟 有条不紊地处理着 从外面看去 当真是行云流水 赏心悦目 阿里有心想要帮忙 却不知道该如何下手 只能在一旁单瞪眼 尤其是在看到李念凡手持菜刀 切割鱼肉之时 他顿时感觉有着微风浮面 整个人都情不自禁地投入了进去 世界开始变得模糊起来 脑海中只剩下李念凡切割鱼肉的画面 仿佛看到了大道一般 阿里彻底着迷了 这一刻 他突然生出了一种感觉 那条黑鱼精是幸福的 因为他居然有幸被高人亲手做成了菜 这是何等的荣耀啊 不多时 鱼肉便被切割完成 将其倒入正在沸腾的番茄锅中 一切搞定 只等着鱼肉成熟 趁着这个间隙 李念凡笑着问道 阿里仙子一般都吃什么 阿里想了一下开口道 时常会有凡人把供奉的食物投入盒中 偶尔也会吞食一些水中的鱼下 李念凡感觉有些不可思议 生吃吗 阿里点了点头 有些不好意思 平时生吃倒也不觉得有什么 但此时看着李念凡那戏谑的眼神 居然产生了一种不会做菜的负罪感 李念凡笑着道 哈哈 那你今天有口福了 美食可是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多谢圣君大人 阿里点了点头 目光盯着已经沸腾的番茄鱼 显然是被溢出的香味俘虏了 咕嘟咕嘟 随着气泡翻腾 鱼肉也开始在锅中跳动 红色的汤汁中 一片片雪白的鱼肉龙角分明 交错有致 光是看着就让人食欲满满 阿里不着痕迹地舔了舔自己的嘴唇 忍不住咽了一下口水 呆呆地看着锅中的美食 小鼻子一抽一抽的 差不多了 大家快尝尝吧 李念凡的这句话 对于南南和阿里来说 简直就是天籁福音 纷纷以最快的速度拿起筷子 从锅中加了一块鱼肉 随着鱼肉送入口中 专属于番茄的酸味 首先在嘴中炸裂开来 随之而来的 便是鱼肉的嫩滑和香味的轮番轰炸 妈呀 太好吃了 阿里的双眼顿时变成了星星 原来那条贪图 我每次的黑鱼精竟然如此美味 嗯 紧接着 她的鼻腔中 却是陡然发出一阵娇喘 仅仅是一片鱼肉下肚 她体内的法力居然开始躁动起来 整个身体就好似吃了食拳大补完一般 腹部突然有着一股灼热感轰然而起 随后窜入身体的每一个角落 法力更是直接沸腾起来 格 伴随着一声冗长的宝格 阿里那原本犹如天籤一般的瓶颈 此时却如同窗户指一般直接被击穿 自此 天仙后期入真仙 正在享受美食的李念凡和南南同时一顿 纷纷将目光投向阿里 露出惊异之色 阿里却是根本来不及喜悦 脸上冲血 连同脖子和耳根巨视红彤彤的一片 用力低垂着脑袋 羞愧欲绝 妈呀 我居然打嗝了 太丢人了